球找到余幻亞這裡 面對阿巴西的防守 回給胡龍帽 這個球被抄走了 魏佳豪 再前來是快攻機會 再回給 Good Pass 魏佳豪今天先發動 你看他那個氣勢 點一分 沒場比賽 9.4個籃板 坤哥怎麼看克里斯這位洋將 在中信球團當中扮演了一隻角色 中信蠻特別的 他的兩個洋將 艾德來自立台灣 克里斯來自克羅埃西 到胡龍帽手上 龍帽背後的球被抄走了 發生了失誤 編成了4個打1個 阿巴西帶到籃下得分 不過團隊得分只有4分 夏萱出來再交給阿巴西 外線的控擋機會 他把握住了 任何戰術 就是一個攻防反擊而已 迅速找到敵角的射手 在暫停回來之後 中信也換上了康德 阿巴西外線的跳投出手3分 根本可以找到隊友之外 海神站整個球 強弱邊的轉移做得相當快 讓中信特攻來不及退反 胡鼎三分外圍的跳投 來自克里斯出手得分 庫薩斯持球往中路帶的時候 原本扛他的球員應該要把底線贊助 讓隊友來做血管 但是阿巴西打得相當強勢 這賽季吳小景平均每場比賽 上場接近11分鐘 貢獻4.7分一個籃板 中信特攻 外圍這裡大號的三分球跳投得分 21比21 阿巴西接右邊進來了 插板得分 所以賽前分析我就特別提到 阿巴西的進攻得分沒有問題 而且海神這裡其實余幻亞 胡龍帽在首節沒有太多的表現 感到像是其他替補球員 像是吳小景 上來之後是有相當出色的一個發揮 的外線的機會 這球差一點點 這球突破到籃底下的上籃得分 康德198公分的前攻 球交給阿巴西 再回給林秉盛 壺頂的3分9 跳投去 讓他上來體驗一下比賽的感覺 慢慢培養 跳給龍帽 人家說這裡纏出來 謝亞瑄找到阿巴西的3分跳投 四投三中拿下了8分 外帶兩個籃板 阿巴西 阿巴西 在中間 這是一個傳球 Good pass 時間快到了 要自己打掉 克里斯 拋頭沒進 艾德 先到幾分籃板 中性就是要這樣打 利用207公分跟208公分的艾德跟克里斯 在high low做搭配 基本 對 球迷想問的 球迷想問 對 因為會問的球迷表示他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絕大部分的球迷都不清楚 要解釋 對 想中拿下了6分 艾德 再到位置了 轉一出來 謝亞瑄 STAT BACK 3分起了 出手距 馬上懷疑顏色 像Low pose 克里斯 要打庫薩斯 轉身用左手來勾 沒有 艾德搶下進攻籃板 克里斯持球 再要進去左手的掏頭出手得空 這種背方的技巧 承放 來 天線的夾擊 阿巴西在 找尋到隊友的機會 林敏聖三分球出手得分 哇 林敏聖今天這種wilder的把握性太高了 哎呦 林敏聖球被嘟掉 發生了失誤 往前給 余幻亞 後面被追防 蓋了一個麻辣鍋 阿巴西再來 哇 哎呦 裁判給犯規了 阿巴西 差一點是要蓋兩鍋 余幻亞太放鬆了 他應該認得阿巴西吧 不過這個球前面Leading Pass 其實傳的並不是特別好 對 阿巴西 阿巴西 再給艾德 艾德要上被蓋 曾溫鼎萬鈞當中拿下籃板球 阿巴西嘗試三分投偏了 這一波 跳很高 好不到十秒鐘的時間 阿巴西其實就打掉了 阿巴西面對波翰 沒錯 阿巴西接近來 上籃插板得分 就那麼簡單嗎 也沒有戰術 對啊 高位 艾德上來擋人之後 阿巴西一條龍直接突破上籃得分 所以這個戰術就是球給巴西了 右兩隊還沒有得分 下圈 再把球要回來 所以阿巴西跳球最往 很舒服 謝謝阿巴西 雷雷是穿真引線來幫助隊友得分 只要你肯跑動 只要你能夠找到空位 Brickman都可以找到你 艾德遠投三分出手很重 四分差距 老帽假動作 這球沒傳好被操走了 前面下圈的快攻機會 上籃得分 對方庫薩斯並不在場上 讓柯利斯 再回給 為嘉豪 給小球 好 這個球給的相當精采 最終找了柯利斯 把球給塞進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為嘉豪這個突破之後的 漂亮的傳球助攻 找到了柯利斯 阿巴西 打不停協防過來 艾德 AXA PASS 找到林鼎盛的三分沒進 但這個籃籃球被艾德再追到 鼎盛帶了底線 頭分 下圈繞出來接球 左手上籃 籃下是艾德把球點進 回出來 機會不錯 特麗絲的三分球他把握住了 Brickman 褲莎斯 這裡先放提早過來 魏佳豪撈到了 往前給 這裡有一個show tie的機會 阿巴西飛聲爆扣籃框 外仙三分出手得了 這一季三分相當重要 阿巴西加速突破進來 又是艾德 又是艾德 挺勝 魏佳豪 在空中找藍底下的阿巴西 青籃下茶板得分 阿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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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Brickman 這球危險 掉了被魏佳豪操走 前面快攻機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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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倒冠 這個成功的操結很重要 我們看到最後決勝期這四分半鐘 李毅華 也就是中信特工的教練 把魏佳豪 把林筆勝兩後衛同志擺在場上 對誰 對Brickman實施一對一的壓迫 所以你看 又製造了Brickman這次的失誤 而且魏佳豪他打得真的很拚耶 因為他其實身邊五次的犯規了 沒錯 喔 這球太漂亮了 給到前面的阿巴西 倒冠把球給塞進 位置逆轉 好 那這場比賽時間到一段落 中場的比數是93比85 這場比賽由新北中信特工 來拿下了勝利 在林偉翰沒有出賽的情況下 中信特工依舊是擊敗了強敵 高雄全家海神 中場的比數是93比85 我們在這個賽後的時間呢 交給現場的主持人 因為偉翰沒有打 所以就是 就是有交好 不要讓他太 喔喔 OK OK 幼稚園要出來了 你有一點緊張齁 沒有沒有 不會 夢想 耶 這個儀式很特別齁 OK 那今天偉翰沒有打的狀況下呢 你賽前有沒有什麼特別 教練有沒有跟你做什麼設定 說你要頂替還是怎麼樣 沒有其實就是平常那樣子 就是交好今天 因為偉翰沒有打 所以他就跳出來 就是穩穩的打對 OK還是靠團隊 今天就是因為他我們才會打那麼穩 漂亮 那我們從在第四集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落後一點點 然後後面領先逆轉 你中間也有這個爆扣 然後超級 然後還有搶到關鍵籃板 你是不是就是有特別的努力 想要把這個進攻反攻的氣勢 帶給球隊 沒有 反正這場常就是要百分之百 就是一定要幫助球隊贏球 所以所有東西就是要百分之百 對就是不能看到籃板拿不起來 對 把每一場當然最後一場在拚就對了 對 耶那今天是我們的五連勝 也謝謝我們的球迷 有沒有什麼話跟我們的球迷說一下 有 謝謝你們 我明天還有一場 我每個人也給你們看 耶 明天還有一場 巴西還想要再看到你們 大家一起幫中信拿下六連勝好不好 謝謝巴西 掌聲鼓勵 給你的 怖體 segue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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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